惊险刺激 充满冒险奇幻的《哈利波特》系列丛书及电影 俘虏了全球上亿影迷的心 如果将霍格华兹城堡搬到实际生活 那又将是多让影迷兴奋的事 华纳兄弟娱乐公司与环球集团6日宣布 将在好莱坞环球影城打造《哈利波特》主题乐园 环球影城总裁Ron Meyer 华纳兄弟公司总裁Berry Meyer 以及加州州长Jerry Brown 洛杉矶县政委员 亚罗斯瓦洛斯基等重量级人物 都参加了这场新闻发布会 在《哈利波特》系中饰演弗雷与乔治的双胞胎演员 詹姆斯与奥利弗也到场与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我可以确定你 当你第一次看到《哈利波特》 当你驾驶《哈利波特》的《《避免的旅行》 你会找到一个忘记的经验 我们计划要花了几百亿 Push that with a veil We'll create over a thousand jobs at Universal And many more indirectly throughout My envol creating Los Angeles area So we are thrilled to be partnering with Universal to bring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 to Hollywood And to build it out even larger in Orlando 我认为我们能给每个世界的哈利波特的祝福是每个哈利波特的福音乐 电影业保持希望活动 保持我们一起 在想到美丽的和未亏的 我们是真正的一种想法 这些哈利波特的祝福 就迫我们那麽多远 到高丽与与的路上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将建在好莱坞环球影城的园区之内 设施将类似2010年6月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环球影城开幕的哈利波特乐园 打造新主题乐园可能耗时3到4年 斥资数亿美元 并且创造上千个工作机会 好莱坞的哈利波特乐园 将以霍格华兹城堡为中心 并且根据哈利与朋友们的冒险故事 来打造乐园的设施与景点 哈利波特是来到宇宝宝宝宝宝 世界电视记者 环球影城采访报道